当然,我并不是完全反对储蓄 我反对的是把储蓄变成市好 而忘记了等钱存到一定的数目时 拿出来活用这些钱 使他能够赚取更多的钱 我还反对银行里的存款越来越多的时候 心里相应的有了一种安全感 觉得有了保障 靠利息来补贴生活费 这就养成了依赖性而失去了冒险奋斗的精神 不少人认为 钱存在银行能够得到利息 这样做是最合理的 已经尽到了理财的责任 事实上 利息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下 失质报酬率接近于零 等于没有升值 因此 钱存在银行等于是没有理财 每个人最后能拥有多少财富 难以预料的事情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想通过储蓄致富 比登天还难 将自己所有的钱都存在银行的人 到了年老时 不但不能致富 常常连财务自主的水平都无法打网 这种势力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 选择以银行存款作为理财方式的人 无非是让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保障 但是实上 把钱长期存在银行里是最危险的理财方式 通常贫穷人家对于富人之所以能够致富 较正面的看法是将其归制于富人 比自己努力 或者他们刻情刻件 较负面的想法是将其归制于运气好 或者从事不正当或违法的行业 但这些人却不曾想到 财富之所以与他们绝缘 因为穷人与富人的理财方式不同 穷人的财产多是存放在银行 富人的财产多是以房地产 股票的方式存放 犹太商人认为 投资者想跻身于理财致富者之力 要能跳出传统的思考模式 有一个大人不会骑自行车 一天 他的一个朋友借给他一辆自行车做练习 在路上 他看到一个小孩子正在骑自行车 于是非常羡慕地看着他 说道 小孩子之所以会骑车 是因为他们身手迷结 这话被小孩子听到了 他不以为人说 不一定要身手迷结 才会骑车 于是小孩子教这位大人骑车 大人也很快学会了骑车 当大人愉快地与这个小孩大别回家时 却习惯性地推着车走路回家 这就是无法突破惯性的困惑 借钱发展事业 犹太人认为 要想使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就一定要在适当的时候扩展业务 否则就不能获得经济上的回报 由于扩展业务 是需要一定资金的 这样就会名正言顺地去借钱 再由他商人看来 在经商中借钱并不都是坏事 在商业场上 如果等你赚了钱以后再行的 那就需要等上很长一段时间 你的事业也很难有所发展 这会让对手更加得心应手 对自己一点好处也没有 这时毫不犹豫地去借钱 正是一项绝对正确的决策 通过借钱做生意 从而发展经济 是当今世界通用的一种经营手法 很多成功的生意人 就是靠窃走上发展之路的 著名的富翁希尔顿 就是靠借用资源经营 走上发家致富的道路的 希尔顿年轻的时候特别想发财 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一天他正在街上散步 突然发现整个繁华的幽林斯商业区 居然只有一家饭店 他就想 要是我在这里建设一座高档子的旅店 生意一定会很好 于是他认真研究了一番 认为最适合做旅店拥地的 是位于达拉斯商业区 大街拐角地顿的一块土地 通过调查 他了解到 一个叫老德尼克的房地产商人 是这块土地的所有者 知道这些后 希尔顿上门找他 老德尼克也开了个价 如果想买这块地皮 就要希尔顿掏三十万美元 希尔顿不知该如何回答 他请来的建筑设计师 和房地产评估师 给他的旅馆进行测算 其实 这个旅馆是希尔顿假想的 他问他设想的那个旅店 需要多少钱 得到的答案是 至少需要一百万美元 正如今的座位 收拾了 也许有那么多钱 也许有那么多钱 在座位置上 也许有那么多钱 也许有那么多钱 他在座位置上